王雨嫣虽然博览天下武学 可面对一流高手的时候还是显得毫无卵用 根本就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就在刚刚 乔峰和段玉把酒言欢过后 又得知段玉并非所谓的慕容府 当即提议要和段玉一劫金兰 段玉自然是求之不得 当场就要和乔峰原地结拜 两人结拜完成过后 乔峰又准备拉着段玉前往无锡城大喝一场 吓得段玉赶忙解释自己并非海洋 先前和乔峰对拼四十大碗 全靠自己用一种独门武功将体内酒水逼出体外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了乔峰的兴趣 眼见大哥如此见多识广 段玉也就毫不避讳地承认了此事 可要说这六脉神剑有多厉害 段玉自己也没感觉出来 因为他还没有彻底掌握这门武功 上次被揪摩志抓走时 根本就是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乔峰就要继续拉着段玉找地方喝酒 却见四个丐帮弟子匆匆来报 如此状况倒是有些出乎意料 可当乔峰得知来人是三女一男时 虽然感觉有些无语 但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决定亲自前往查看一个 不曾想他们刚一走到兴子林 就见包不同正和一群丐帮弟子在口水大战 就在两人商业互吹之际又见丐帮的四大长老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四大长老见包不同对乔峰言语不尽 顿时就要出手拿下包不同 谁曾想包不同不仅毫无畏惧 反而夸下海口说自己最爱打架 如此言论瞬间召来一阵大笑 风波恶说罢直接冲入场中 与丐帮四大长老大打出手 血因实力不够 很快就被陈长老放出的毒蝎咬中了手 中毒的风波恶很快就浑身无力瘫倒在地 陷入了生死难料的危险境地 好在乔峰为人光明磊落 及时开口替风波恶求情 陈长老 你还是先给风俗爷解毒吧 陈长老自然是万般不愿交出解药 因为丐帮上下都怀疑是慕容妇杀了马大人 若是就此饶了武功不弱的风波恶 岂不是放虎归山 可在乔峰的再三要求下 陈长老也只得拿出解药交给了阿珠 这是解药 多谢陈长老 多谢乔帮主 看着威武雄壮的乔峰 阿珠悄悄地放心暗许 可当务之急是先救风波恶 然而还不等他替风波恶吸出毒血 陈长老又说吸毒血 这是只能男人来做 女子信音若是张口小嘴舔了上去 只会害得风波恶中毒更深 无奈之下阿珠只得叫包不通赶紧停手 却是无济于事 经过段玉的一番努力 很快就将风波恶体内的毒血全部吸了出来 在敷上解药后瞬间就让风波恶脱离了危险 谁曾想风波恶死性不改 在对着段玉一番感谢后 又和丐帮的宋长老打了起来 紧接着又见全冠青带着大队人马走了过来 而且随行的弟子竟然敢对着乔峰唾沫横飞 就在乔峰一脸懵逼之际 陈长老大吼道 打狗阵 打狗阵法是典型的群殴战术 在四大长老的指挥下很快就将包布同和风波恶团团围主 吓得王语焉赶忙开口提醒 谁曾想风波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仍旧继续对着丐帮出手 不出三招就惨遭活捉 乔峰自然不可能坐视两人出事 当即飞入场中拦住了丐帮弟子 谁曾想两人不识好歹 胆大包天竟然要和乔峰动手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感谢观看 scene 喔 audience